朱元璋的统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,他手下曾拥有34位助手,这些人陪他一同打下江山,见证了他从平民到皇帝的传奇异生,但当江山稳固,地位坐稳后,朱元璋的性格出现了巨大的转变,他开始怀疑身边人的忠诚,一场场血腥的清洗开始了。 那些曾经的战友,一个接一个的倒在了这场无情的权力游戏中,朱元璋杀了30人,这些曾经的忠诚战友,为何最终都难逃一死?是权力的腐蚀,还是帝王的多矣?在这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,朱元璋的铁腕政策,令人胆寒,然而在这场残酷的生死游戏中,却有四人幸存下来,幸存的四位臣子与忠诚的重要性,朱元璋的崛起。 从一个黄金军的残余成员到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,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他的生平充斥着从贫苦农民到帝国统治者的传奇。 早年间,朱元璋在混乱的战国时期逐渐显露头角,凭借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,吸引了一批如李善长,徐达,长玉春等杰出人才的加入,共同铸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。 李善长,以其卓越的智谋和文采,成为朱元璋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。 徐达,勇猛果敢,多次为朱元璋立下赫赫赫战功,是开国功臣中的佼佼者。 长玉春,则以其机智和勇敢,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另一位杰出将领。 这些人物的加入,极大的加强了朱元璋的军事力量,为其最终统一江山奠定了监视的基础。 然而,当朱元璋一统天下,成为万众瞩目的明太祖后,他的性格出现了显著的转变。 他开始变得多疑和残暴,对手下功臣的忠诚产生了怀疑,甚至对那些立下汉马功劳的将领也开始心存戒备。 这种性格的转变导致了许多忠诚的将领和谋士惨遭清算。 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朱元璋的疑心和铁腕政策下不幸丧命,在这种严酷的统治和清晰下, 汤和、穆英、耿炳文和郭英成为少数幸存的臣子,汤和的智慧已隐退。 汤和,身为朱元璋早期的顾问和助手,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策略在朱元璋心目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。 他在朱元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转变为一代英主的过程中,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 在朱元璋出现根基,四处征战之时,汤和不仅提供了军事上的建议,更在政治策略上给予朱元璋极大的支持。 随着朱元璋逐渐统一中原,建立了强大的明朝,汤和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。 然而,与许多权臣不同的是,汤和并没有因此而沉醉于权力的游戏之中,他深知权力的险恶和朱元璋性格的多变,因此在明朝基业出定之后,便开始考虑功成身退,朱元璋稳固江山之后。 朝中开始出现权力斗争和清洗的迹象,汤和见识到了朱元璋对手下功臣的猜忌和清洗,意识到继续留在朝廷之中,可能会陷入不必要的是非之中,因此他开始谋划自己的退路,希望能够安全地退出这场充满危险的权力游戏。 在一次朝会之后,汤和趁机向朱元璋表达了自己退隐的愿望,他以国家已定,天下太平为由,请求朱元璋允许自己回乡养老,不再参与朝政,汤和的请求表面上是为了身体疲惫,希望休息,但实际上是深谋远虑,希望避开可能的政治风波。 朱元璋对汤和的请求感到惊讶,但也理解汤和多年来的辛勤劳苦和对自己的忠诚,考虑到汤和功不可没,又未曾有过跃权之举,朱元璋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,并且赐予汤和金银财宝和填产,已是对其多年来贡献的奖赏和感激。 汤和得到允许后,没有颜值,立即整理形状,带着朱元璋赐予的金银财宝,回到了自己的故乡,他选择了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,过起了隐居的生活,不再涉足朝政,汤和的智慧和机敏,以及他对朱元璋深厚的了解,使他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中保全自己。 最终安详晚年,耿炳文的低调与忠诚,耿炳文作为明朝初期的杰出将领,他的军事才能和对朱元璋的忠诚深受皇帝赏识,在朱元璋统一天下后,朝中虽然权力斗争频繁,但耿炳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分,不设朝廷是非,这使他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变得尤为重要。 在明朝初年,边疆安定是朱元璋十分关注的问题,耿炳文被派往边疆的重要任务,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,也是对他忠诚的考验,耿炳文接到命令后,没有任何犹豫,毅然接受了这一监举任务。 他知道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,也是对自己忠诚和能力的最大考验,耿炳文到达边疆后,立即着手加强边防,整顿军纪,与当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,稳定边疆局势。 他对待士兵言而有爱,对待百姓亲和有加,很快就赢得了军民的心,在耿炳文的努力下,边疆地区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边疆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,边防士兵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 耿炳文在边疆的表现,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了朝廷,朱元璋听闻耿炳文在边疆的成就,对他的忠诚和能力更加信任和在赏。 耿炳文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,更在于他能够维护边疆的和平,保护百姓的安全,这正是朱元璋所重视的,耿炳文在边疆的日子虽然艰苦,但他却乐在其中,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,那就是保卫边疆,保护百姓,为明朝的稳固做出贡献。 即使在远离朝廷的边疆,耿炳文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那就是对朱元璋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心。 年复一年,耿炳文在边疆的声望不断提高,他的名字成为了边疆安定的代名词。 即使在朝廷内部,耿炳文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响,成为了朱元璋眼中不可或缺的一员,而耿炳文对于这一切,却始终保持着低调和谦逊,他知道自己的一切成就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,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。 穆英的孝顺与尊重,穆英被朱元璋视为义子,其身份特殊,地位显赫,然而他从不以此自居,始终保持着对朱元璋及其家族的深厚孝顺和尊重。 穆英的这种行为深深打动了朱元璋,使得他在朱元璋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。 穆英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,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,他不仅果断镇压了当地的叛乱, 还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了与当地民族的和平共处,有效地稳定了云南地区的局势。 这些成就不仅仅体现了穆英作为一位地方官员的能力, 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和对明朝稳定的贡献。 穆英的政策不仅限于军事上的镇压,他还十分注重与当地民族的融合,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。 他鼓励农业发展,修建水利,促进了当地的粮食生产, 同时他还注意保护和发展当地的文化,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 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当地民众对明朝政府的认同和归属感。 穆英的这些举措得到了朱元璋的高度评价。 朱元璋深知穆英的价值,多次在朝会上表扬穆英的功绩, 将他作为治理边疆的典范,尽管穆英不是朱元璋的亲生子。 但朱元璋对他的爱护和信任却如同亲生父子一般, 穆英对朱元璋的忠诚和尊敬,加上他在云南的杰出表现, 使他成为了明朝初年极为重要的一员。 穆英在云南的成就不仅仅限于政治和军事, 他还十分关注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发展, 他资助了许多学校和书院,鼓励当地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。 这些举措极大的提高了云南的文化水平, 促进了明朝与云南地区的文化交流, 郭英的低调与幸存。 郭英身为朱元璋宠妃的兄弟, 自然而然的被赋予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。 然而,与众不同的是, 他并没有因此而沉醉于朝廷的纷争和权力的角逐之中, 他深知,那个时代,朝廷内部充满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无情的权力斗争, 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政治风暴中的牺牲品。 因此,郭英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策略, 尽量避免直接参与到朝廷的任何权力斗争中去。 他很少在朝会上发言, 也不主动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, 即使有所参与, 也总是保持中立, 不偏不倚。 在朝廷中, 他以和蔼可今, 谦和低调的形象示人, 从不张扬自己的意见, 也不与任何朝臣结成明显的政治联盟。 在朱元璋的眼中, 郭英的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聪明的自保之道, 在那个人人自危, 相互猜忌的环境中, 郭英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中立, 不仅保全了自己, 也避免了无谓的纷争和祸端。 朱元璋虽然性格多异, 但对于郭英的这种处事方式, 却颇为在上, 认为他是一个之进退, 明智之人, 在朝廷之外, 郭英也尽量保持低调, 他很少涉足社会上的纷争和争斗, 即便在家族中, 他也是以和为贵, 劝和不劝分, 尽可能的维护家族的和谐与团结, 他对家人的照顾和关心, 使得他在家族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。 郭英的这种低调和谨慎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能力或野心, 恰恰相反, 他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着非凡的成就, 他在管理家族产业时, 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智慧, 使家族的产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, 他对于家族产业的管理, 既谨慎又有效, 既维护了家族的利益, 又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, 郭英在社会上也有着积极的影响, 他秉承着一颗人心, 经常资助贫困, 救助灾民, 这使得他在民间也拥有很高的声望, 他的善举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善良, 更是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的一种贡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